暖暖婚礼定在三天后 这是你的相亲对象给你准备的婚礼方案 你喜欢哪个 我要结婚了 但恋爱八年的男友还不知道 他最近找了个女秘书 两人一见如骨 为了给他过生日 定了个十层的奶油蛋糕 却忘了我对奶油严重惑目 别追我 别追我 小小 你们再我帮你走快让开 暖暖 你不是加班吗 你现在 暖暖 小哥 暖暖暖姐他是不是死了 暖暖暖暖暖你醒醒 快把腰里 好 暖暖 病人对奶油严重过敏 再晚一点送来 就没救了 暖暖 对不起啊 你们过生日为什么要选在我的房子里 还非要选在我加班的时候 背着我开派对 暖暖 你 阿小哥 我刚下轮买了个东西 好像被人尾随了 怎么办 我好害怕 我绕着小区转了一圈都甩不掉他 于晏 先别怕 找一个光线亮的地方 先躲起来 不对 晚安是应该有人值班 你先在那边待一会儿 我马上就过来 休止张于晏 暖暖 他被人跟踪了 你危险 我现在去找他 我马上就回来 妈 我想通了 我同意和顾川结婚 暖暖 怎么住院出院都是你一个人呢 江小呢 小爷 他在公司加班 江小 你们这是要搬到哪儿去一起住 你不要误会 你愿的小区不太安全 我觉得咱们小区挺好 所以就让他干脆搬过来 也方便照顾好他 是方便你随时可以和他一起住 暖暖姐 你可千万别误会 阿小哥哥 他只是帮我一些小忙 他看我一个人在大城市 太可怜了而已 你可 那我离开京城巴 你一个人来这儿 我就不可怜了吗 暖暖 你对语言这么凶盖 他就是我的下属 我就帮他找一下住宿 而且现在公司没有提供住宿 我帮他不应该嘛 你闹什么闹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我闹 你们两个过生日 害得我奶油过敏 看得要死掉 你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部馆 就是为了出来给他搬家 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话 我们还有东西没 没跟我你想摆着 走 哎 张晓 张晓爷 让他去吧 暖暖 你当时为了他来到这里巴你 现在要是因为误会分手 岂不是太可惜了 我们时间没有误会 他从来不会让误会过意 没解释 就是答案 张晓爷 张晓这小子是不是来认错了 我就知道 你们八年的感情 不是说断就断的 南南姐 阿小哥哥在帮我收拾家里的电路 这房子没住过人 有好多要收拾的地方 我让他先回去 他却说要陪着我 怎么敢也敢不走 所以你还是先回去吧 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这狐狸鲜什么意思啊 他就这么缠着张晓 这个张晓爷真是的 就任凭他这么欺负你 小晓爷 既然张晓想作死 那就让他带着他的狐狸精使劲作吧 对了忘了告诉你 三天后我就要回京城结婚了 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张晓 到时候 我要打他一个坐手无击 什么 三天后要结婚 并嫁他人 是的小晓爷 难道你觉得张晓这种人 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吗 嗯 你说得对 到时候 我们一定要让他后悔 这个江晓 他真是没良心 你当时一个人住院那么虚弱 他不来照顾 偏偏要屈尊 跑去给什么 你那个狐狸精小助理 修什么下水果 他是不是贱得慌啊 群里面有人骂他吗 小晓爷 你还是太天真了 江晓是老板 他们八姐他还来不及 谁家老板这么贴心啊 让我为公司一辈子败兵 我都愿意 劳动合同我要签33事的 还没看过老板这样啊 你不是说老板有洁评 他都不算啊 天哪 我在心脏的男人好帅 我以后要当江总的梦女了 谁也别想 不是未来江晓就发的 你们醒醒吧 打工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这帮马屁鸡 他们忘了 当时江晓搞公司 没钱招助理的时候 可一直都是你这个名正言顺的江总 一直在免费帮他们忙 怎么 现在他江晓有钱招助理了 却和他这个狐狸精小助理狗的一块去 那是我们刚刚进公司 他每天都会在群里发我的消息 发我的工作日常 江晓出来 上班时间不准拍照 就给你交出来 暖暖 你这么漂亮就应该多拍照 而且 我还要发到公司群 让所有人都欣赏 我江晓了 我的美容 现在这一切因为张雨晏都改变了 他接替了我所有 江晓一开始在群里禁止发送一切有关我的消息 他明里暗里的帮助 曾经跟着我一起工作的同事 只是说了一句他的工作不如 江晓就当场扣了他一年的奖金 这荒康的一切也该接受 我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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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每一张照片 都代表着我给你准备的 等第九千九百九十九次 清洗之后 我们就布置婚姻的殿堂 我要用真心会 让你心甘情愿 再想 我等你 当初特意定制的 这九千九百九十九张相册 只剩这最后一位定义 没想到还是见过尽情 八年 开箭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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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呀 压子 你烧他干什么 你发什么神经啊 反正没有全没了 不是 没事 我刚打开抗议 连边有虫子在怕 可能是张老 我就说 这相册里面有虫子 你可以等我回来 或者给我发消息 我来解决啊 你烧他干什么 江小 你为了张雨晏都多久没回家了 就连我差点死在医院 你都没空救我 反而去给那个张雨晏 修水管 现在相册里不过是有虫子 这也许许小事 那怎敢劳民打架呢 你什么意思 怪我跟雨晏呗 你就这么容不下他 把我们攒了八年的相纸 全给烧了 江小 明明是你为了他赠送了我们八年的感情 你现在又在这里装什么神奇人设 知名 真是要多否刺有多否刺 当初那个可口声声说要保护我的生命 书气已经完全变了 是我这段时间太忙了 被你舒服了 能过两天 我带你重新去拍手 把我们烧掉的全部补免 补两倍 如果是以前你跟我说这句话 或许我会失去理智原谅 但当我被送到医院抢救一次 我就再也不想跟你有任何花 暖暖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 如果你不满意我把张雨晏 未经允许带回家开生日派对的话 我不是已经给你道过钱了吗 我不用你道歉 如果你实在觉得对不起我 要不然 你也给我补免你生日 公司里还有点事情 我可以先去忙了 今天晚上不用等我回来 我答应你 你一定不办生日派对 我一定会做到 不要多想 这首文科就有 娇晓 我就应该打个非地 立马离开你 暖暖 你的婚礼裤穿都安排好了 她还专门派了管家去接你回来呢 应该很快就到了 这么快 蓝蓝姐 你怎么来了 我当然是来给你布置生日宴会的啦 不过 这次江总给的预算很少 只能按照我之前的生日派对 给你弄减一百 怎么样 你觉得 配不配你现在落魄的身份 你还是来 我现在就选择我的项链 你别以为 可以偷走江小 就可以偷走我的项链 也对 这双手 也就配你 做你 我不稀罕你 赵暖暖 你闹什么呢 娇晓专门请假过来 给你布置生日派对 你发什么疯啊 江少哥 我闹够了没 江总 我们在一起八年 这八年来 我为你打理公司 安前马后 我以为你很忙 不忍心打扰你 但你却有空 去给他修水管 你不记得 要送我一万张相片 不记得我对奶油过敏 但却记得要 给他过生日 你不在乎 我还在医院的病床上 奄奄一息 他一个电话 你就可以丢下我 难道 我 他的声音 你可以偷偷背着我 大肆操办 但我的生日 你却是不管不顾 任凭他踩在我的头上 轻飘飘的一句 简单操办 这样的爱 我不要 这样的生日 我也可以不顾 江少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稀罕跟你过生日的 你知道我今年的生日 愿我是什么 就是这废子 我们永远都不要再见 暖暖 暖暖 你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说 江小 我们这辈子 永远 不要再见 还有 我要结婚了 暖暖 暖暖 小哥 暖暖小姐 暖暖 暖暖 让我见你回家结婚 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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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我们有事好商量 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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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跟别人走啊 暖暖暖暖暖 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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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暖暖暖 我 能能你接電話能能 來 小姐請 再見 再見 你在哪兒了 倫暖倫暖你不要走 不會讓你再給任何人呢 媽媽你們來了 我的寶貝女兒可真漂亮 暖暖 不穿她馬上就來了 得在婚禮之前先見上一命 趁著拍婚紗照這個機會 好好熟悉熟悉 也不知道啊 爸爸給你吵了這個人 你滿意不滿意 是 沒事的吧 我相信您的眼光 是你 是我 那邊 我凡是你 是我 擁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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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还记得昨天 那个夏天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 似乎最烦一切 只剩寂寞跟沉烈 如今风 谁去拿个冰袋 回去 心中的热泉 不退 仿佛继续闭着双眼 熟悉的脸 又会浮现在眼前 谢谢你 这没点事了 外面等着吧 我爱你 哈哈 是个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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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了 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 你了 哈哈 想见你只想见你 你过去 来 顾总 可以 亲信娘一下吧 这哪是你能看的 顾总真会脸相其余呢 紧张吗 吃块小玛丽 是甜的 但不长胖 谁说我紧张了 张先生 请你离我的未婚妻远一点 你是谁啊 仍然是我的未婚妻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暖暖的未婚妇 顾川 哼 原来你就是顾川 八年前就是因为你追暖 所以我带着暖暖刻地逃离境 八年来没想到你们还敢后断死 暖暖 你竟然背着我还爱着别人 暖暖 你竟然背着我还爱着别人 江小 当年明明是顾川救了我 可你却趁他不在 假冒是我的救命恩人 现在你还有什么资格在这指责我 如果不是你横插一脚 我和顾川早就在一起了 那还有你什么事啊 暖暖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 水性洋花的女人 和我在一起八年 竟然一边浪费着我的青春 一边和着这个男人那种联系 我真是看错你了 你赔我青春 你赔我精神损失费 江小 你还真是会贼喊壮贼 到达一趴 你和张雨燕眉来眼去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陪我呢 你不是巴不得我立马消失吗 现在我真不在了 怎么你还烦咬一口呢 我跟张雨燕那只是玩玩 你别闹了行不行 我知道 你吃醋了 是不是 暖暖 你不和顾川结婚了 你要是讨厌那个张雨燕 我现在就让他滚 好吧 江小 我不和顾川结婚 难道等着你来和我结婚吗 在我跟着你去海城的这八年里 我每天醒来都在等着你跟我求婚 只要你开口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 奋不顾身 你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求得我的同意 但是你一次机会都没有抓住 你错过了我的精神 错过了我的五十 错过了黄昏 错过了我的每一个午夜 在张雨燕来到的那一刻 你就彻底地错过了我 错过了我人生中的每一个时刻 现在 我不想再浪费我人生当中的 哪怕任何一秒了 江小 再见 你不就是不喜欢那个张雨燕吧 我现在就把她绑过来 在你面前磕头认错 向你赔罪 小哥 你终于回来了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是我跟暖暖的房子 你怎么进来的 是你们昨天锁得太着急了 没锁门 所以我请你看看房子 是吗 那你把门也锁不就行了 有谁会进来 再说 要是真发生什么事 你一个弱女子 能守得住家吗 安小哥 你怎么了 你之前不是对我很温柔的吗 今天锁这么凶了 你知不知道 都是因为你 暖暖才会离开我 才会去跟别人结婚 安小哥 你之前不是说不想跟暖暖姐结婚吗 说好 他今天走了 不是嘴里委愿 说好今天晚上无人打扰 我没说你 滚 暖暖就要嫁给别人了 你还用心情搞这些 小哥 暖暖姐要跟别人结婚 难道不是因为他属鬼吗 还瞒着你啊 为什么要怪我呢 怎么会戴暖暖的手表 说 你都拿了他多少东西 偷偷给我叫出来 你暴醒了 小哥 你不是说 暖暖姐的钻石手表很多吗 我带一个又怎么了 要不是你在他生日宴上 带着他的珠宝 他怎么可能会离开我 说 你都做了什么 拿了什么 别让我主动抢 我 我没有 我只是 翻了翻暖暖姐的衣柜和珠宝盒 我以为他走的时候 应该都要带走他 可是我没想到 他都留在那 能放着也是浪费 所以我就带了 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就叫做偷 你这个小偷 你把软软的东西都还给我 偷 阿小哥偷 我不是小偷 阿小哥 还不说实话 看来不给你的教训 你就根本不可能跟我说 阿小哥 你到底要让我怎么样 如果你还想当我的助理 不想什么东西都没有就被赶出去 不想回到老家乡下 那你就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交出来 然后跟我去建成跟暖暖道歉 小哥 我真的不明白 你之前那么烦暖暖姐 为什么他一走 你对他的态度变化这么快 而且你之前 不是最害怕我哭了吗 以前我一哭 你就会心疼我的 你就会哄我的 为什么我现在一哭 你就无动于衷了 老子最讨厌女儿哭了 别挑战我的耐心 我就问你一句 根本跟老子去精神给暖暖道歉 阿小哥 我真的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 如果你心里面的人真的是暖暖姐 我可以走 可是 我真的不明白 是你把项链给我的 你要反过来让我给他道歉 你还真的是死到临头最害羊 你不要以为我一直不知道你在装律常 干我傻是吗 要不是你故意引导 我怎么可能把暖暖的项链送给你 我之前看你一那么坏 所以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想到啊 你现在还在装无锅啊 啊 我就让你了 你快静一点 你快静一点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你真的可以让他想在装 前面 阿小哥 我拿的东西都在这 高跟鞋捏头啊 生好暖暖姐 和我一样的鞋了 我在商场看上这个鞋很久了 後一個月的工資 我都買不下來 睡衣你也拿 誰啊 我一想到他穿這個睡衣跟你睡覺 我就想過 我想讓這個睡衣 摘上屬於我的全部氣息 我想代替他跟你睡生夢死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張雨嫣 我怎麼就沒發現你之前這麼神經 從今天起 不允許再踏進我跟暖暖的家 還有 你做的所有壞事 我家裡面可是有監控了 你老老實實跟我去京城 一五一十地給暖暖說清楚 總我饒不了你 安小官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跟我走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糟了 我現在就帶你 去給暖暖下跪 我的寶貝女兒啊 就是這麼漂亮 跟個模特似的 這套衣服啊 可是顾川專門找了大設計師 根據咱們家暖暖的尺寸 量身定制的 這全手工定制 能不漂漂亮亮的嗎 她怎麼會知道我的尺寸啊 你不知道了吧 她為了精心準備婚禮 提前問我要的 算她有心 我得發給大家看看 我的女兒 可是這個世界上 最漂亮的新娘 媽 低調點不好嗎 誰舉報了我發的照片啊 我發女兒的婚姓照 按照誰的事了 現在網上這些人 力氣也太重了 看不得別人過好日子嗎 舉報 理由是什麼 舉報成功了嗎 這不應該呀 我現在就打電話問問 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算了吧 可能就是怕婚紗太貴 容易誤導大眾吧 也可能是有人仇富 殺了就殺了吧 不行 我一定要看看 到底是誰敢針對我的女兒 媽媽 這是江曉的Idy 什麼 江曉這混小子 竟然敢舉報你 竟然敢舉報你 暖暖 只要你還和顧穿在一起 我就絕對不會讓你好過 江曉怎麼又是你啊 我都已經把你拉黑了 你又換了個新的號碼過來 你是不是有病啊 還有我媽發我的婚紗照 是愛著你什麼事了嗎 你舉報什麼勁啊 誰讓你穿婚紗 誰讓你跟顧穿拍結婚照啊 我是不是告訴我 你只能跟我一個人結婚 江曉你是不是一個自己的老弟 我是個現代成年女性 我要做什麼我自己說了算 我說了我們已經分手了 我馬上就要和顧穿結婚了 你還在這糾纏什麼 別鬧了 我的那些事有限度的 你不是恨張雨燕嗎 現在就把她綁過來 要殺要垮隨便你 這還不夠嗎 江曉你是不是聽不懂人話 我已經決定要和別人結婚了 你再騷擾我別做我報警 放八蛋 溫暖 溫暖 小小我求求你放開我 我求求你 我告訴你 我這次要是不能把你虐到 讓溫暖回心轉心 你別想走 小小你瘋了 暖暖 多吃點 今天婚禮招待兵客 才有力氣 一大清早的谁啊 哎 顾川不是刚刚发消息说 还没出发吗 谁点的外卖 暖暖公主 暖暖 是不是你点的奶茶 今天要婚礼了 喝太多水可不好啊 我没有点外卖啊 而且为了减肥 我已经很久不喝奶茶了 暖暖公主 我从来不会在订单上 写自己的名字啊 暖暖公主 这是江小以前 为了哄我开心才会用的文字 但到现在为止 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难道是他来了 这 就连口味都和我爱喝得一模一样 少冰不加糖 真的是糖 暖暖 暖暖 快去看看 是谁困在在家门口呢 这小娘又在这发什么神经啊 一大早会在我家门口还带着这个女人 你赶紧起来你给我出去 我不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就报警 相信 你不就是接受不了 接着你后面跑的人突然消失了 自责心受不了吗 你早知经历你何必当初 不要走 暖暖 我不允许 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对 我都从我自己来承担 我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以后你想过生日 我陪你过 你想吃蛋糕我给你买 我记得你对奶油过敏 以后你许完愿望之后 蛋糕我替你吃 只要你今天不走 这所有的愿望我都可以答应你 还有张雨燕 我也可以拉过来 任凭你处置 我现在只希望你带着他 赶紧消失在我面前 门门 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白妈赶紧报警 把他赶出去 别让他再扰明了 把他给我赶出去 挺厉害 门门 你不能跟他结婚 你只能是我的新娘 江小 纯死挣扎只不越陷越深 如果你是个男人 就应该放开门门 是个男人 就应该把我自己的女人抢回来 江小 如果你真是个男人 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知道 如何保护好门门 而不是任凭其他女人欺负 跟着你 天佩 你给我解释 这些是我混蛋 是我做错了事 我求你给我一次密布的机会 我求你给我一次密布的机会 刘雨嫣 直接投你那个项链 我也拿过来了 我现在就还给你 张雨嫣带过的东西 爱过的男人 我都嫌脏 女性 是 是我错了 我回家之后翻看监控 我才发现 她走掉已经把这个项链翻出来了 还拿了你很多奢侈品的衣服 是我不相信你 所以我就被她给骗了 我承认 我之前很混蛋 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你可以怪我 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次 密布你的机会 我们之前说过 要一起布入婚姻的殿堂 你都忘了吧 对 就当是我忘了 是我先变心总可以了吧 随你怎么想 如你所见 我要结婚了 我们 结束了 所以以后也没有再联系的必要了 你还记得这个吗 江小 现在你满意了吧 相册现在彻底消失了 就像我们的感情 你永远不可能再挽回了 你别再闹了 别逼我恨你行吗 过去的八年 就让她永远留在回忆里 别毁了你在我心里的最后一次美好 你真的是好狠的心 郭川 你不能带走她 捧胖你没有这个学 郭川 你了解她吗 你知道她的小习惯吗 你知道她的喜爱吗 你爱她吗你 江小 我和暖暖已经说好了 等我们领完证 先不着急同居 慢慢培养感情 等感情培养好了 再住在一起 这自然不用你操心 至于江小你 还跟这个张雨燕纠缠不清 你又拿什么要求暖暖了吗 我只是把雨燕当成自己的助理 我跟她没有什么呀 诺诺 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够了江小 从我遇见顾川的第一天起 我心就已经属于她了 你喜欢张雨燕也好 不喜欢也罢 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不要再调查我的耐心 把她给我赶出去 离开京城 再也不要让我和暖暖看到她 是 是 暖暖暖暖暖 我这就带张雨燕了 向你赔罪 放开我啊赵哥 赵氏 我求求你啊 赵氏 你不觉得丢人吗 南南姐她已经定婚了 你千里迢迢过来 大能婚礼 你觉得 你闹了她就能回心转意吗 我要是不能让暖暖回心转意的话 你也别是好够 江阿姨 小小的打我 你给谁打电话啊 喂 什么 这个混小子他为什么打你 难道他还想家暴你吗 姨燕啊 你别怕 你在哪我这就过来 妈 你现在过来有什么用 暖暖已经要嫁人 你过来有什么用 什么 暖暖竟然要和别人结婚 这个死丫头 你和他在一起八年 他怎么能虑你呢 你等着 我马上过来阻止他 我知道 喂 喂 香香 江阿姨是不是要来了 就你适度 你等我妈过来 看她怎么收拾你 儿子 碧烟 爸 江阿姨 暖暖 你跟阿晓拍了八年的作 一直拖着不结婚 现在竟然一转头就要嫁给别人 江阿姨 你不是和江晓背着我 偷偷选了张雨燕当儿戏份吗 现在我结婚 不过是正好把我的位置空出 你们不应该高兴吗 怎么在这里又急又跳了 暖暖暖 你别高兴得太早 你跟着阿晓发 就算现在结婚 又能嫁给什么好过呢 还好我提前告诉阿晓 还是雨燕好 让她选择雨燕 现在看来 我的决定是对的 江阿姨 你说的对 不愧你有先见殖民 可是 阿晓 阿晓跟她 她让我给短短跪下道歉 什么 雨燕啊 你别怕 我儿子我还能不了解 她要是敢欺负你 我第一个不答应 阿晓 还不赶紧跟雨燕认错 什么 好啊 张雨燕 你居然在我妈面前 还敢编排我 妈 你知不知道 暖暖身边站的是 京城首富顾家的少女 要不是张雨燕 一走暖暖 暖暖怎么可能嫁给她 什么 这位 就是顾少 要不是暖暖 我真不想见你这群垃圾 顾少 你 倒是因为你暖暖才能叫她人 你给我下去 阿姨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你没事 阿晓哥 他把暖暖姐赶走了 是他自己把她赶走的 快 事到如今你还想抵赖 我儿子什么样子 我能不清楚吗 原来是你把暖暖给逼走的 就凭这点 我都不会放过你的 暖暖暖 暖暖 你看 我也叫醒他了 你还过瘾吧 你还过瘾吧 能不能 再给我们二小一个机会啊 江阿姨 就凭你这手段 我也不敢过你家门 还没嫁进去 盛起如此 我要真嫁到你家 那我岂不是生死能料啊 张团姐 我可以跟你道歉 我不应该挑衅你 可不应该拿你的东西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知道你心软 我知道你善良 你肯定会 你肯定会原谅我 但是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给萧总说说好话 别让他看出我心吧 我求求你了 张雨晏 你和江小怎样是你们的事 别拉我下水 我和你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 暖暖姐 我求求你 不要跟姑少结婚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你回到小哥身边好不好 张雨晏 你不会是怕暖暖嫁给我 过上幸福的日子吗 暖暖 你已经被骗过一次了 别再上当了 我自然知道 我知道暖暖姐 我还有年迈的父母要养活 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啊 我承认 我之前对阿小哥 确实有一些不堪有的想法 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我拿我的命发誓 阿小哥他最喜欢你 他最听你的话了 对啊 是啊是啊 暖暖 我 我们什么事都没有的 你自己欺人了 江小 你敢说从认识张雨晏开始 你对他就没有过一点别的感觉 你如果对他没有动过心 又怎么会容忍他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 暖暖 我真的知道错了 这样子 你不嫁给他 你嫁给谁都行 暖暖 暖暖 只要你答应 我就带你逃婚 行不行 啊 你最后 你不嫁给我 你嫁给任何人都可以啊 行不行 别做梦了 江小 我不会再允许任何人阻挡我的心理 从今以后 你过你的独木桥 我走我的阳光大道 现在 你马上从这里给我滚 嫩嫩 不要啊 嫩嫩 这样子 我既然事到如今 我跟你结不了婚 我可以去参加你的婚礼吗 毕竟我们相恋了八年了 暖暖 我们结不了婚 让我祝福你 不能 谁知道你按的什么心 你来参加婚礼是真心的吗 暖暖 你就这么嫌弃阿晓吗 这八年 他给你买了不少的珠宝和钻石 他给你换了不少的钱 要不是张雨晏捣乱 我肯定是希望你们俩结婚的 就算你现在选择了顾总 那 咱们俩争幸福 你也不接受了吗 要让他们参加吗 我真的不希望有人担扰我们的婚礼 没事的 你放心 以我们顾家的实力 就算他们来参加婚礼 也闹不出什么动静 我要让江小死心 可我真的不希望在这么开心的日子 我还看到他们 我 我的人生跟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现在消失吗 既然你这么决定了 我就听你的 来人 让他们离开这里 永远消失 能弄啊 能弄姐 能弄啊 能弄姐 走 看什么 真是看什么 姑娘 这里不欢迎 衣衫不准人 赶紧走啊 江阿姨 小哥 既然能弄姐决意要结婚 我们能不能回到从前啊 你现在满意了 都是你造成的 别管他了 他想我们走 他自己有腿不能跑 别让他缠着你 你们为什么要交对我 新人可以交换剑持 我现在的经营 都是因为遇见你 都是因为遇见你 也没遇见你 新郎可以亲吻新章了 都是你 不仅仅是木槿 我现在的经营 都是因为遇见你 新郎可以亲吻新章了 我刚才的经营 是因为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